十二港人涉嫌潛逃被扣留在深圳超过两个月 家属向当局申请公开官派律师资料避拒 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 几日前以信件回复家属申请 说他们申请公开的讯息是刑事案件讯息 并非政府讯息 因此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讯息公开条例 据了解 有六个家属在十月申请公开代表他们家人的官派律师资料 无份人正是研究在六十日之内申请行政服役 或者在六个月之内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起诉 事源在八月底 十二个港人涉嫌潜逃台湾途中 被内地海警拘捕 家属或者他们委托的律师 至今未能够和被捕者见面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早前说 所有人已经按内地当局提供的名单 选选代表律师